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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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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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会举行识别晚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司局长都有出席 任期即庄完结 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先来一个寓意好头好味的仪式 欢迎行政长官 立法会主席进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全体三司十三局官员 多个行政会议成员都有出席立法会的释叠晚宴 议员向林郑月娥送上慰问卡 祝她早日康复 主席梁军燕至辞席 以不同味道回顾今届立法会 人生有多少五年 尤其是在过去这么特别的五年 正所谓五位人生 官员被议员抢文件 官员和议员在会议上针锋相对 各不相让 这些都是小辣 施政报告要破天荒 在礼宾府宣读 这些就叫劲辣 这一届立法会虽然艰难 但我们仍能通过很多项 经济民生有关的法案和撥款 相信这些措施是会令市民 甜在心头的 谭道主席的工作 他就引用歌词 天给我磨练也好 我未敢辜负 今届议员未试过有70个人 有人说主席这个位置 不单止是最孤单 而是最辛酸 而面对历来规程问题最多 秩序最混乱 冲击最激烈的立法会 在这届主席 真是不容易做的 他又祝愿未来行政立法 能够合力推动梁正善治 令到香港的更安定范荣 立法会42个议员 除了非建制派医学界陈沛言缺席晚宴 全部建制派都有出席 无线电视机者关可为报道 廉政公主上个月破获多宗 和保险有关的骗案 当中有保险代理 涉嫌串通保单持有人 找外貌相似的癌症病人 代保单持有人去做身体检查 一共骗了大约2600万保险赔偿 4个人涉嫌行贵受贵被廉政公主拘捕 不少人买医疗、危疾等保险 都是为了在健康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 有多一份保障 但就有骗途借机骗保险金 廉署说一个保险代理 2017年为一个客户投保一份 年费28万的高赔偿盈危疾保单 一年之后透过中介人 安排一个跟投保人外貌 年纪等相弱的临巴癌病人 持投保人身份证明文件 冒充他做身体检查和抽药本化验 而虚假确诊患淫证明 获得大约900万赔偿 之后代理分到大约200万怀疑贵款 而中介人、保单持有人和癌症病人 分到几万至几百万 保险公司在索尝的阶段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会做一些讯问 但就是因为这个贪污集团有一个保险代理 从中去帮这个集团去回应一些提问 廉署到上个月捉了涉案四人 包括保险代理、投保人、中介人和癌症病人 介乎39至50岁 他们都涉完用相同手法 就另外三张保单索尝 四宗案件涉及两间本港医院 三间本港医疗机构和两间内地医院 廉署说是保险公司的医生揭发事件 当他是被保险公司所指派的医生 去看他和作出这个检验的时候 发觉他并不能够说回 究竟他所有问题的 那个癌症的那些病患的状况 甚至是接受那个医疗的 那个医护的记录 他都说不回 现在保险公司在新造危疾保单的时候 一般只会口头查询 投保人医疗记录 到索尝的时候才调查 有保险业人士认为或者造成漏洞 有立法会议员就说 如果要加强审批新造保单 会增加行政开支 最终转嫁给消费者身上 第一个保费就没那么便宜了 因为你的成本都要打下去 你验身那些 或者再跟进也不会便宜 市民是否接受呢 也是一个相当大的疑问 陈建波说 业界2017年起 已经建立有关索偿的中央资料库 协助掌握相关罪案的趋势 期望当局继续打击 握保险的行为 无线电视记者 曾今报告 在台湾 陈水扁前总统的女婿 赵建明涉嫌股市内幕交易 经历15年审讯 昨天下午入育服赢 赵建明曾任台大医院医生 也是陈水扁的女陈幸宇的丈夫 她涉及2005年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莫台湾土地开发公司高层 透露利好内幕消息 之后和爸爸赵玉柱马入台开股票 等股价上涨后抛售获利 第二年被起诉违反证券交易法 法院经过15年的审讯和上诉程序 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 判赵建明和他爸爸 分别判监3年8个月和4年 赵建明原定星期二入育 但志恒提早一日报道 被指为了避开传媒拍摄 错误所致 今年是中国参加韩战抗美援朝71周年 中国驻北韩大使李俊军到北韩北部的 《长津湖拜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国驻北韩大使李俊军和使馆外交人员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落独咸镜南渡《长津湖伴》 近在《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献上花篮 全体人员之后默哀 《长津湖》是北韩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11月韩战期间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 在《长津湖地区》 包围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主的 联合国军东线先头部队 双方展开激战 中国在历时大约三年的韩战中 协助北韩抗击美国 《长津湖战役》 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一役 之后中方将参加第一场战役的10月25日 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北韩劳动新闻这一日发文 强调朝中友好关系 说双方将会在开创共同委业的道路上 继续巩固全城用鲜血捉起的友谊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功遗迹 将会和朝中友谊的历史一起永垂不扭 《长津湖》 《长津湖》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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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睇无线财警快信 《阿临可盈》 《美国股市上升》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和标准普尔500指数》 《继续创纪录新高》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巴探明point录 text》 《 72만T popping 指数》 《大津湖》報导 德国DEX指数升56点 德国企业信心持续下跌 跌到半年以来最低 德国慕尼克经济研究院企业景气指数年跌4个月 10月指数由9月98.9%跌到97.7% 是今年4月以来最低 低过市场预期的97.9% 慕尼克经研院说 供应短缺问题继续困扰制造业 加上能源价格大幅上升和疫情转差 拖慢当地经济复苏 亚里健康法刑警预计中期游凝转规 在截至9月底半年 蚀3亿2千万元人民币 而去年同期就赚2亿7千万元人民币 公司说凝转规主要由于增加资源配置 以发展创新业务 和在药品仓储、物流等持续投入技术研发 加上集团提升线上药品销售市占率 令到自营业务利润率下降 自4月停牌至今的保利协欣能源公布今年中期业绩 半年由亏转型赚超过24亿元人民币 期内收入升2.2% 有超过87亿元人民币 公司亦披露被前任核数师德勤就一宗工程合约中指提出关注事项 需要进行法务核查 股份将会继续停牌 众庆通信上季顺利倍增 第三季赚超过17亿元人民币 收入升1.4% 增加到超过307亿元人民币 头三季合计 顺利升超过1.1倍 又超过58亿元人民币 多谢收睇无线财警快讯 再会 大家好,我是临可盈 汇丰控股贵度顺利大幅增长 但是不派贵度股息 有学者认为 以往靠汇控收息的股民 应该考虑是否要转买有息收的股份 相信业务已走出谷底的汇控 基于对前景的信心 预期短期内息支最多20亿美元回购股份 但不派发贵度股息 市场原本预期会派发每股3.9美先的股息 集团指 最迟明年2月公布业职的时候 审市会否恢复派贵度股息 并维持今年派息目标 为盈利4至5成半的目标范围 相当之友善 相当之喜爱 但我觉得他的性质已经是变了 职诞中炒汇控 因为以往汇控只是发表香港这样的样子 而买了很多汇控收息的话 那应该是收不到 如果他真的要等这些远金流来过活的话 可能我觉得买一些汇控在这里 买一些能够收息的股份 业职方面 首三季列象基准税前利润有约162亿美元 按年升1.1倍 单计第三季列象基准税前利润 按年升7.5至54亿美元 上季亚洲仍然是最赚钱的地区 当中香港经调整税前利润 贡献约18亿美元 按年跌4% 欧洲中东和北非按年盈利倍增 无线电视记者 吊涵港独等的口号 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 或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 即将香港特区由中国分裂出去 或非法改变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 区域法院裁定 他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罪成 还押到下个月11日判刑 期间将会索取心理专家报告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上星期在礼宾府跌倒要休假之后 第一日恢复公务 她出席一个论坛时说 今次意外为她带来启发 又说致辞内容是她磨练4年的肺腑之言 并非竞选年任政工 休息了一个星期的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第一日复工 早上已经要出席几场公开活动 她手搶骨折的右手仍然包扎着 她在一个论坛致时说 今次意外令她对施政有所启发 这次小小的意外 其实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香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局面 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做人就是这样 做政府都一样 在局面好的时候 不能调以轻心 应该更加的谨慎 因为风险和暗用仍然存在 在五年前同一个场合 林郑月娥时任政务司司长 以香港八大愿景为题演讲 说明不是竞选政纲 大家可以视之为一位服务了公众社会 三十六年的官员 的肺虎之言 她几星期后宣布参选特首之后当选 在今次的演讲 她用了相同的形容词 同样地今天我说任何的说话 也都不是竞选连任的政纲 大家可以视之为一位经历了磨练的 四年多的行政长官的肺虎之言 林郑月娥说中央颁布在香港 实施港区国安法 并且完善选举制度 令到香港重回正轨 以前我们没有这种胆量 没有这种见识 或者真的没有这个条件 可以和香港规划未来 但是现在既然经过中央两大举措 我们不应该错失这个机会 再以一种比较短视的眼光 去看香港未来的发展 那是不是代表未来五年施政更加容易呢 在我字典里面没有难和义 难就是这样做 不过分别是做得庆心满意 还是做得担心担肺 都是要做 我都很肯定说 下一个五年应该会做得更加庆心满意 换句话说 以我的标准是更加能看到有成绩 三二一 他期后出席以中国建筑为主题的展览开幕仪式 表示将会继续投资在基建建设移居移业移旅游的香港 之后又为以故乡议局前主席张日龙举办赴令 无线电视机者不解决不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五十年 他说这五十年间 中国始终和世界各国团结合作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并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积极倡导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争端 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致命 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 国际规则应该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遵守 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 习近平说中国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 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在新冠疫情中积极和世界分享防控经验 和输送大批抗疫物资和药品 他又说当前全球正是面临地区争端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问题 各国应该顺应历史大势、坚持合作 不搞对抗、零和博弈 习近平同日以视像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坚持多边主义 说单边主义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世界应该通过对话沟通解决争端 1971年10月25日 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同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将蒋介石的代表由联合国席位上驱逐出去 无线电视记者吴维恩报道 现在回到其他消息 本届立法会最后一次会议星期三举行 延任一年期间建制派主导的议会有议员话效率提高了 但是与政府沟通有时反而变得更难 立法会选举去年因为疫情延迟一年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厌介立法会延任一年 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 议会剩下的绝大多数是建制派 发言的时候仍然不时充满火药味 要当面批评 有议员就说因为部分官员数够票之后 就甚少和议员就政策沟通 议会里面现在拉票没有以前那么困难 很难约到局长反映意见 收到最多投诉 特别是可能在运输房屋方面 政府将来一定一定 要多些听我们议员反映市民的意见 然后将它去改善它的政策 运房局回应说 一直和议员进行不同形式的沟通 日后会继续恒常交流 另外也有议员批评官员拖延 陈肇始局长回应我的一个简单问题 我问到他127天 究竟李思燕女士和他的先生 谢成俊先生 究竟miss了是哪个中心 哪个人员负责 我觉得反映的问题第一 是没有承担 当我们指责那些揽炒派 他浪费我们的时间 在中拉布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希望政府的官员 他在那个质询的时段 被人感觉到都是浪费时间 石卫局回应说 有关的技术问题已经纠正 不涉及研究制 又说一直及时回应议员的查询 会继续保持紧密沟通 世界的立法会议员数目 将会由现在70位增加到90位 梁美芬和张国军都认为 当局除了要加强和议员沟通 也希望官员明白 立法机关不是拖垮行政工作的平台 应该互相合作才是双赢局面 至于唯一非建制派议员 医学界的陈佩言 没有回复访问邀请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戏报道 一个女人在葵冲村怀疑吃烧米吞亲 留意三日之后昨日死亡 那个女人在上星期六下午 在雅葵楼单位内吃烧米之后吞亲 暈倒 警方下午一点几接报之后调查 由救护人员到场 将昏迷的事主送去人制医院治理 入院之后情况危怠 然至昨日下午三点左右证实死亡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一年两日访问卡塔尔 期间会和阿富汗塔利班 临时政府代表团会面 是塔利班重新执政以来 双方第一次高层会晤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应卡塔尔副首相兼外长穆罕默德的邀请 星期一起一年两日访问卡塔尔 此行除了深化中国和卡塔尔的双边关系发展 王毅在多下期间 亦都安排和塔利班的临时政府代表团会面 是美军交换意见 今年8月以来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为阿富汗的传统友好领帮与合作伙伴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接触 引导阿富汗局势良性发展 帮助阿富汗人民度过难关 阿富汗塔利班8月重新掌权以来 中方一直未明确表态是否正式承认它为当地的合法政府 王毅7月底曾经在天津和访华的塔利班代表团会面 包括当时作为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的现任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 王毅当时说塔利班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有望在当地和平和重建进程发挥重要作用 台湾东北海岸罕有出现不属于当地海洋生态的海炮 它的来历仍然不明 由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新北市瑞芳被涂渔港出现灰黑身影 原来是一只海炮 它有时在岸上 有时在附近游泳 动物保护署青神派潜水员尝试围捕 来将它安置在第二个地方 但小海炮快速潜入水中脱身 虽然身长只得大约60厘米 但它能够自行觅食 加上行动敏捷对人类警告性高 相信小海炮已脱离暴雨期 当我说好事是小海炮已自行游回大海 但海炮应该生活在北太平洋等地 为何会在台湾出现仍是问号 有民众怀疑与星期日宜兰6.5级地震有关 我们也蛮震惊的 昨天是一个很大的地震 地震在整个海里震动蛮大的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让它从哪里过来 这个不得而知 有学者也说海炮是群体动物 一个荡失路的机会很小 有海洋专家就提到 外地曾经出现渔船或者商船 不小心夹大海炮 或者有海炮跳上船的情况 但以目前的资讯 很难判断这次海炮衍生台湾的原因 无线电视之后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专家说 专家说和过去10年 温室气体已经大幅上升 和大自然的吸收能力等多项因素有关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有地方 但是我们下期见